喜欢诗书相伴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诗书相伴的制作人Solomon 坐在我旁边的是诗书相伴的撰稿人和主持人栗子 大家好 我们上期诗外请栗子给大家介绍了两首父亲写给女儿的诗 那关于父亲节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从哪开始聊呢 那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 比如说孩子出生之后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给孩子起名字 我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起名字当然是一个 其实是孩子出生以后应该是最大的一件事了 特别是作为一个父母来说 你总希望通过起名字这件事 给这个孩子的未来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期许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这个张爱玲 就是现代作家张爱玲有一个文章叫毕业正名呼 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他说为人起名字实际上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 就是你怎么去给这个孩子起名字 这可能是每个父母这辈子写的最短的文章了 对对对 只有两三个字 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名字如果说单名的话 你只要一个字 性儿你是不用考虑的嘛 对 所以可能也就是一两个字 但是这一两个字呢 一定是寄予了你的某种期望 对 其实古人也是这样啊 对 就是古人怎么去给孩子起名字 可能古人起名字比我们今天要复杂 除了名字以外还得有字 对不对 对 可能还有一个小乳名 对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读过黎骚 对 去缘的黎骚 前面写了很多很多回顾自己的家事 他后来就有一句话就说嘛 名于曰郑泽西 字于曰邻君 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父亲是给他家名 所谓的家名就是好名字 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呀 比如说陶渊明 对 还比如说苏巡 陶渊明大家都非常熟悉 像这个陶渊明的很多的这种 就是龟隐的这种诗 对吧 对 那这么一个人 他还对孩子有什么样的这个期望呢 这个确实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些想象 对 跟大家平时的想象不太一样 就觉得这么一个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这么一个隐士 还需要考虑这人间的俗世吗 对 他会不会也就给孩子随便起一个 这个乡间的名字 觉得更符合自己的这种审美情趣 他一共五个儿子 可能乳名可能是起的比较有乡土气 但是正常的这个大名 他确实是认真的去写了的 比如说陶渊明就有一首诗叫这个 《命子》 《命子》 当然《命子》不是不完全是说给孩子起名字 就是他是给孩子的也是嘱托吧 前面有很长很长一段呢 就在回顾自己的家史 就是这个陶姓 我们历史上有多么多么的辉煌 一直追溯到这个摇帝上古 然后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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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到他 离他最近的当然就是陶侃了 陶侃是他们家的这个陶渊明的曾祖 东晋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吧 这些我们都不去说了 然后我就要讲到他给孩子起名字的这一段 起名字的这一段呢 他非常认真的就是在这首诗里边就写了 说补云加日 沾亦粮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其实是占补过的 对 这是比我们今天可能 比我们今天要慎重 我们今天可能大多数人 可能就没有这道工序了 对 他还要这么的一道工序 然后他就接着说 名辱约掩 字辱求斯 就是我给你起名字要盐 就是我们今天说盐然怎么样 就盐字单利人一个严肃的盐 字辱求斯 看起来这两个字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不对 对 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名字 寄予了他很大的一个希望 而且是很有讲究的 比如说陶衍 他这个孩子叫陶衍 他字求斯 这句话实际上是来自于 李济的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物不敬 眼若思 然后他下边又接着就讲 温公朝夕念姿在姿 上司孔吉 竖其其二 这话什么意思呢 孔子的孙子孔吉 我们知道就子思嘛 所以呢 他其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像子思那样 能够将来去光大自己的家风 而且呢 是你 你会有所作为 虽然他是一个隐士 但是他儒家的那套学说 他还是有些认可的 对 确实是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一样 我们觉得这个 好像陶原明应该是一个 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名利之心 要归隐了嘛 对这个孩子呢 其实反而有点望子成龙 对 然后还更有意思的是 同样的这首诗里边 他还写了一个细节 写了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感受 我一定要跟大家读一下 他说 赖叶生子 聚而求火 繁白有心 希特于我 这个字其实它是一个通假字 它就通那个赖窗的那个赖 写出来是厉害的厉 其实这是一个庄子里边的一个典故 就是一个生了赖窗的人 他的妻子 晚上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其实是很担心的 担心什么 担心这个孩子长得跟他一样啊 也有来穿 对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是聚而求火 让人赶紧点着亮 我来看看这个孩子像不像我 这他实际上是一种担心 其实或者是说 是 很多很多父亲的 那一点点微妙的坠坠不安 就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看我们今天会 可能有很多的手段 说这个孩子 他健不健全 健不健康 可能我们这个 做聚超的时候就知道 对 但是古代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另外的担心 这个孩子出生之后 健康你可能不太担心了 你可能 你这个智商可能是 对 测不了的 对 聪不聪明 对 你可能 我觉得可能很多父亲 也有那一丝的坠坠不安 你看 古今真是一样的 从你说的这个诗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你像陶渊明 他对这个孩子 其实是非常期待的 对 这个孩子是不是 按照他的这种理想的这种方式 有所作为了 这我们要提到 陶渊明的另外一首诗了 这首诗叫《泽子》 泽是泽贝的泽 泽贝的泽 他有五个儿子 就是刚才我们说 这个陶渊是他的大儿子 然后可能这五个儿子呢 可能跟他想象的都不太一样 对 他 首先他就说了 自己这个白发屁两宾 肌肤不复食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 然后放眼望去呢 他接下来就说 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直笔 不爱这个学习 不爱写东西 我虽然 虽然我们家有五个孩子 五个儿子 但是没有一个 是爱学习的 然后他就开始 一一的说 这剩下的几个孩子 就是 阿淑以二八 懒惰固无匹 这个阿淑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陶渊 这个老大 二八就是我们今天 二八十六嘛 十六岁了 哎呀 就是懒得不行 没人比得过他的肚子 现在就是应该 应该上高一了都已经 哎 上高一了 然后 然后说 这个阿轩行智学 而不爱文术 这个老二呢 是这么个样子 然后接着说 这个 呃 庸端年十三 不失六与七 就是 嗯 老三老四 是这么个样子 不识数 不识数 然后 这个 最小的那个孩子 通子垂九龄 这个意思就是说 才八九岁嘛 他干嘛呢 淡秘 李与利 嗯 爱吃 爱吃也好 或者说这个东西 他可能隐藏着 有另外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 容四岁 能让离 对吧 大家是说的是这个 像恐龙这儿的孩子 他如此早会 如此懂事 他四岁的时候 就知道 把那个大一个的离 让给哥哥 但是他这个地方就用了说 这个九岁的这个小儿子 他这个时候眼里 就是要找离 找利 对 和这个恐龙 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 没有礼数 但是只想到这个 好吃的这些东西 对 然后挺有意思的时候 你看陶渊明 就是陶渊明了 他然后他 不会说是这个 就气得不行了 他迅速地找了一个 开解自己的一个理由 结束了这首诗 他说 天运苟如此 且尽杯中物 喝一杯吧 喝一杯吧 不操这个心了 这个事我就不操心了 当然了 我们可能今天 我们今天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一种游戏 或者戏谑的一个手法 他不一定是说 他这几个孩子 就如此的不成气 对 他有点自嘲感觉 对 这就是说 当一个父亲 就是 他在年纪慢慢大了之后 他可能有的时候 他就 他会不断地调整一下 自己的预期 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 人之常情 所有的人 大概刚刚看到 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在他眼里 自己的孩子都是天才 但是慢慢慢慢 你会不断地 这个 调低这个预期 一开始 哎呀 我的孩子要去 要去考到哪个 哪个好的学校 未来以后 要干什么 干什么 到最后 哎呀 其实这个 上个那样的学校 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 就是我们人生 就是可能 它是一个不断 让我们认知自己 认知自己孩子的过程 比如说 可能我们小的时候 觉得自己就是个天才 对 后来你父亲 哎呀 我就是个普通人 对 后来当你发现 自己是个普通人的时候 你想 哎呀 我要有个孩子 是不是这个孩子 是个天才 对 让孩子去实现 自己没有实现的 那个 那个梦想 最后发现 可能孩子也是个普通人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老了 最后就像陶浅这样 写一首诗自浅 哎 就是说 天运苟入词 然后我们且进悲中物 哎呀 这事就由他去吧 就是经常我们民间 不是有一句话吗 儿孙自有 儿孙福 对 其实这个话 可能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理解的话 这就是一种自我排遣 我们总得让自己的内心 平复嘛 这个在读到这些诗之前 其实我没想到 这个陶渊明 关于这个孩子的事 还有这么多故事 对 还不仅如此 我还想到了他另外一个 一篇文章 他叫 《于子眼等书》 刚才说的这个陶渊 就是他的长子嘛 刚才我们提到有五个儿子 其实一个背景 就是当时他生病了 就是过去可能生病了 就得想一想 这个身后的事 怎么去嘱托了 这也是很长的一篇文章 我们也就 没有这么多时间 在这一一介绍了 但是这个 我可以提到一点的 就是什么呢 他在这个里边 也是对孩子的各种嘱托 同时 这么一个隐士 陶渊明 也开始在反思了一点自己 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对 说到这儿 他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矛盾 对 其实我们过去形成的印象 它是这么一个 完全属于这种 世外高人 完全不思考这些事情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你看他知道五十多岁 然后生病了 他还是想到的是这个 也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潇洒了 可能我还是说的那个嘛 就是说 人是有很多很多层面的 可能我们在某种情况下 通过作品 有的时候看到的是第一层面 对 通过有的作品 你看到的是第二个层面 甚至有的作品 你看到的是内心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嘛 读诗其实 我一再说的就是 不是说要背这些诗 这些诗 我们今天很容易都找得到 对 就是说你去体会 然后在某种情境下 其实他们和我们今天 有一样的担心 和我们今天有一样的兴奋 对 我们说完了这个陶元明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苏巡 苏巡 苏巡也是 大家都知道三苏父子 一个父亲 两个儿子 他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是不是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 对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 所谓三苏 就是苏巡是父亲 然后苏是苏哲 所谓的大苏小苏 然后这个苏巡呢 就写过一篇文章 叫明二子说 明就是给孩子起名字嘛 这个地方是一个名词 用成了动词 他就解释 为什么给这个兄弟俩 起了这么两个名字 他就先说这个苏巡 我们知道这个巡是个什么东西 巡其实是车上面的扶手 我们车有各种各样的配件 他刚开始就说 轮扶盖枕 皆有直呼车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车子的轮子 车子的扶条 车子的车盖 还有所有的车厢也好 他们其实就是车上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轮子 这个车就不能走 没有盖在古代的时候 那就可能下雨 一刮风就有点问题了 对吧 但是这个是 是扶手 这个是呢 其实呢 它好像看起来 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 你没有扶手 你这个车还是 可以走 可以走 对 但是他就说 即便是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扶手 这个车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车 对吧 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 这个车门没有扶手 对 当然不能完全这么打比方 就是说你缺一个配件 他就说这个是 是这么个作用 接下来有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 是乎 无惧辱之不外事也 这个话就直接叫着 就是侍儿啊 我就害怕 害怕你什么呢 你不外事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太锋芒毕露 我们来看看 苏氏这一辈子 是不是这样 对 因为这个 扶手这个东西 可能是大家 很容易看到的 经常触摸的 就是非常非常显眼的 一个东西 他就说 我担心你 无惧如之不外事也 我就很害怕 你这个人不知道 隐藏自己 锋芒毕露 然后接下来 又说到了苏折嘛 折我们大家可能知道 是什么意思 车折嘛 车的印子 因为过去的路 不像我们今天 是百油马路 是硬化的 其实是泥路 那个泥路就是 一来二去 它就会有折 而过去的这个折呢 它碾得多了之后 其实新的车子 你必须得 合着这个折来走 就是你得压着 前面的那个 那个折来走 对不对 对 如果不压着这个走的话 你可能就 就很困难了 所以他就会说 他说天下之车 莫不由折 就是所有的车 我们得循着这个折来走 但是这个车折 它并不是车上的一部分呢 接下来他就说 而言车之功者 折不语焉 就是如果说 我们来讨论这个车的 它的这个功效也好 或者说这个车 比如说我立了什么功 这个战车立了功 或者说这个搞运输的车 我运了多少多少东西 跟这个车折没有关系 对 轮不上它 轮不上它 嗯 马上接着就说 但是 车铺马壁 而换 亦不及折 这话什么意思呢 功劳可能说不上你 但是灾祸你也免了呀 对 比如说这个车翻了 马死了 没有人赖到这个车折上面去啊 对 就是无功无过 无功无过 对 你说这句话很对 他接着就说 是折也 善处乎 祸福之间也 折乎 无知免疫 这话就是说 这个苏折 这个折儿 可能虽然没有哥哥 那么才华外露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 比较安稳 比较太平 对 后来是不是 这哥俩的这个 真实的命运 跟他们的这个 起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也有某种呼应呢 对 实际上我们今天 反过头来看 可能是这样子的 你看苏氏是 人生是什么样的遭遇 对 苏折呢 虽然也是受哥哥的牵连 也是会被贬 但是你想苏折 到了后来 他还是做到了 比他哥哥至少的 这个官职要高嘛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暗示 对 所以你看这个 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文人叫杨胜 他对这个苏寻的 给两个孩子起名字 他就有一句话 点评了 他说老权之所以 逆料二子终身 老权就是那个 苏寻他号 苏老权嘛 对 不差好理 可谓真知二子仪 不差好理 对 真应了那句话 叫知子莫若妇 对 还是这个 这个父亲 对这个两个孩子 看得比较透彻 对 他把他们两个人的特点 还有两个人的 可能的缺点 都看得很清楚 说到这个故事 其实我想当时苏寻 给这两个孩子 起名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 某种程度的这种警示 尤其是对苏世 就是你现在才十二三岁 告诉你 你未来有可能 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你的性格也好 还是说 你的自己的这种 才气的这种 容易外露也好 有可能给你的 未来的生活带来什么 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警醒 对 是这样的 但是事实上 虽然他警醒 后来还是 像苏世的一生 也是跌宕起伏 我们都知道 对 你说到这儿 就让我想起了 苏世给自己的 儿子写的诗 叫《喜儿诗》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过去的风俗 孩子出生之后 有一个喜儿 我们今天经常说的 喜三喜三 对吧 但是宋朝的时候 其实按照 当时的这个风俗 他们可能是 满月的时候洗的 不管什么时候洗吧 总之它是一个仪式 这个时候呢 苏世就写了一首诗 这个诗可能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他说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 为怨孩儿 余且鲁 无灾无难 道公轻 你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苏世 因为这个时候就在黄州 他这个时候就是人生 比较艰难的时候 比较艰难的时候 而这个孩子呢 其实是他的第四个孩子了 这个时候可能人也 到了一定的年龄 所以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 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你能体现出 他当时的那种心境 甚至包括 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字 你看我们知道 苏世会经常在自己的 那个作品里边 提到这几个孩子的名字 所以他的儿子的名字 我们都是知道的 就是他的大儿子 叫苏迈 老二叫苏戴 老三叫苏过 对吧 都是走之底的 这个孩子叫什么呢 这个孩子叫苏顿 这个顿是怎么写的呢 这个顿呢 就是一个月子旁 一个石 然后一个走之底 这个字 其实这个顿呢 就是实际上可能是 我们今天这个 陶顿的顿的一个一体字 它是这个八卦里边的 一个卦象 这个卦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隐退 你看这个时候 从给这个孩子起名字 到这个诗 已经表现出 他这个时候 人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的 这个时候的一些心境 也就是说 这个阶段的苏适 其实对孩子的期望 就是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顺顺利利 对 可能是不是人 到了某个阶段 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他可能有这么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可能是两层意思 一方面的 是让孩子会比自己好 做到自己没有做到的那些东西 对 但是另一方面呢 很多人都有的 就是这个孩子 一定不能走我这样的弯路 所以我觉得可能 很多的父亲 可能到了一定阶段 可能是不是都有这种 人生感悟 他一反思就觉得 我被聪明误一生 孩子以后可不能这样 孩子以后不能这样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这个孩子后来夭折了 没有到无灾无难 刀共青 今天呢 我们聊了一些古代诗人 给孩子起名字的故事 这些诗人呢 都是使用文字的高手 但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给孩子起名字 是一篇最短的文章 但这篇文章 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在这一两个字里 寄托了一个父亲 太多的情感 太多的期盼 与太多的人生感悟 聊了两期诗人 做父亲的故事 好像还意犹未尽 那好 我们下一期诗外呢 将继续这个话题 请例子 把几个唐代最有名的大诗人 李白杜甫 李商银请出来 聊聊他们和自己孩子的互动 在历史上 都留下了哪些诗篇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